有请第一位选手 大家好 我叫张博雅 我来自哈尔滨米江小学校 今年二年级了 真棒 太可爱了 你今天穿得这么漂亮 是来给我们表演什么节目的呀 我自己发明了一个水果采摘器 今天我要给大家看一看 是来表演你的发明作品的 不是来表演 是来表演一个宋江宝的 宋江宝什么样啊 你给我们表演一下 自家本宫进宫以来 皇上啊 就撑我 就撑我 就让围女带这么一坑啊 你今儿发明跟宋小宝有关吗 没有 和水果小公主有关系 水果小公主是谁呀 我自己 好吧 来 我们来欣赏一下张博雅 这位水果小公主的作品 这是什么呀 哎 它还会冻了哎 这是摘什么的呀 这是摘水果的水果采摘器 你看我们这儿有棵水果树对不对 对 上面那大苹果你试试能摘下来吗 嗯 够得着吗 摘得下来吗 使劲 换你吃 对 挑个低点的 这真的水果树哎 你别把树拽倒了啊 哎呦 使劲 小公主要帮忙吗 要 要要要 好 我来 我来试验一下啊 寡人来抓一下 这颗是吧 对 我们这果子确实是 咱们的比较结实是吧 塑料的主要是 它这个 哎呦 哎呦 寡人不行啊 寡人不行啊 好 换一个换一个啊 换一个小的 换一个小的啊 那个那个 就这个是吧 谁 这个就 寡人使吃奶的力气了 哎呦 这个没扎好 没扎好 哥哥这个就送给你了 好 谢谢 嗯 不错 这里扎的我倒特好 你在家里试过这个工具吗 试过 我就是让我妈妈买了上来这个圆圆的东西 哦 你们猜是什么 包饺子用的 不是 勺子 不是 电话 对雪人的 是冰淇淋的吗 不对不对 好 你公布答案吧 你把我们都拦住了 这是打雪仗用的雪球夹 它可以做雪球 哦 雪球夹是东北小朋友冬天打雪仗的时候必备的神器 形状类似老虎钳 头部是两个半球形的勺子 能在一秒钟时间加好一个雪球 不但速度快而且不动手 深受小朋友的喜爱 张伯雅的摘果器 就借鉴了雪球夹的原理 那下面那个是什么呀 这个是一个捡垃圾的机械手 然后之后把它们两个合在一起 它就可以变成一个水果采摘屑 挺聪明的 你是怎么想到要发明这么一个东西的呢 我们东北黑土地地大物博 有很多山珍你们有可能没有吃过 我给你们讲讲我吃过的一样东西 假期的时候我们去向下的农村玩 在林场公司的叔叔领着我们上山采山梨吃 到山上才发现梨树特别特别的高 上面还长着尖尖的树刺 所以我们不能上树采山梨 我们发现地上有几十个深黄色的梨 就吃了起来 叔叔看到我们大叫起来 说别吃别吃 叔叔说你们吃的不是梨 而是黑熊拉出来没消化的梨屎蛋 逗你玩吧 没有 真的是梨屎蛋 因为那个黑熊把那个梨直接吞到肚子里 梨消化不了 然后爸直接给消化了 就听完这故事之后就觉得特害怕 再也不敢吃地上捡来的东西了 之后吧 做病了 不是自己摘的水果啊 我都不敢吃 于是我就享受了这个水果采摘器 那有人帮你做成这件作品 还是完全靠自己的能力做下来的呀 不是我自己做的 孙爷爷帮助我的 他是一个民间发明家 我们两个一起搞的这个发明 那孙爷爷有没有陪你来上海 一起走上少年爱迪生的舞台呀 来了 来了 太好了 我们请出孙爷爷出场 孙老师 我要请问一下 您的身份是 我是他的指导老师 我的学生遍布香港各地 这是我最小的学生 作为一个指导发明的老师 您的乐趣到底在哪里呢 乐趣很多了 从我们的孩子的同心 他们的想象 这是我们成年根本想象不到的 因为关于发明这俩事吧 人家都说是挺神秘的 就天才能搞发明 这都是错了 这发明是在每个人身上 都有一个发明创造 特别在儿童这个少年时代 他们的想法 发明上的想法很多 所以每个人都是发明家 伯雅 你要不要站到舞台中间来 然后大声地告诉我们 你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今天来到少年爱地生 看到好多厉害的大哥哥 大姐姐 看来我光会吃水果是不行的了 孙爷爷说 小时候每一个好奇心 都可以变成一个发明 我现在还小 我还想不出我的梦想是什么呢 不过我可以和你们约定 明年我还要带一个发明 来少年爱地生 好 真可爱 那现在我们的四位评委 要开始给你投票了 我刚才使用了一下 你的这个小设备 但是我觉得用户体验 并不是特别的好 就是如果说要改进呢 我觉得这个小塑料碗 它的这个抓力不够 但是如果说 小碗上面放一个小剪刀 一类的东西 苹果剪下来 然后刚好接住 我觉得这样的话 这个东西应该用户体验 就会好很多 不过呢 就你今天的这部作品呢 我觉得它还是差了一些 所以这一票我还是不能给你 我看到过一个 类似的水果采摘器 它下面是带了一个网兜 那个水果就掉到那个网兜里边 我觉得你们的发明 可以把它结合起来 因为作为一个生产工具的话 它再一个弄一个 效率太低了 今天这一票呢 我先不给你了 你真的好可爱好可爱 如果你的作品稍微再改良一下 那我相信这将会是一个市场性 卖点很高的一个产品 但是呢 我不希望你明年再来 我希望你还有副赛 老师这票 投给你 谢谢老师 完全没想到 是这么一个组合 能够变成一件 水果采摘器 但是呢 我比较担心它的实用性 因为刚才我们也是了 太高了就不行 学来哥哥个子高 可是手劲不大也不行 小伯亚 我很喜欢你 但是我觉得 咱们还是明年 带一件新作品再来吧 这一票 我暂时不能给你 小伯亚 好 我们不哭 在越小的年纪 遇到了挫折 越有机会 打个咕噜就爬起来了 也许明年 还有新的作品 明年再来 好吗 那就明年再来 泪水 是对失败的领悟 也是像成功发起的 又一次冲击 愿可爱的八岁女孩 张伯亚 重新绽放笑容 在新年里 穿花袄 打雪仗 过一个开开心心的春节 明年的少年爱提升 等着你来 感谢观看